人生没有一帆风顺 我觉得肯定会有不顺心的时候 但不顺心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总结经验 怎么样从这个事情上 让自己更进步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近日在新加坡举行的UFC275比赛中 张伟丽KO老对手乔安娜 赢得了女子草量级冠军挑战权 从两年前战胜对手未免肩腰带 到半年时间里两连败陷入低谷 如今这场胜利 宣告了张伟丽满起回归 突破自己从低谷中走出 让她颇有感悟 这次比赛的话 其实主要是突破我自己 这次备战的时候练了很多 然后很多人都会觉得我运气好啊 但是其实真的不是 其实我们在下边真的练了很多 我这次比赛我就没有想着去打满 我就想着去终结比赛 不管是以什么方式 本场比赛后 乔安娜将手套留在了场地中 这名为综合格斗奋战了20年的老将 正式宣布退役 张伟丽表示 乔安娜是一个传奇 我觉得乔安娜她是一个传奇吧 因为她在我们这个量级是未免时间最长的冠军 连着三年一直是在冠军这个位置上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看着她 就是她就像一个旗帜性的一个人物一样 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梦想着可以跟她打比赛 击败乔安娜后 张伟丽当场校正刚刚夺回金腰带的美国老将卡拉 艾斯帕扎希望在10月22号的阿布扎比战进行冠军对决 但被后者拒绝 未来与卡拉一战张伟丽有多大把握 她表示要摒弃杂念 带着百分之百的把握备战和百分之百的自信面对一切 目前张伟丽短期内没有回国的计划 她将留在泰国训练 等待UFC官方和卡拉阵营对比赛时间地点的磋商结果